我家很累 咱们去哪儿 但是我转成小时候的地儿呗 在汉口路 好啊好啊 是不是这种房子很多啊 小时候这种 对 这是可能是特别小的 特别早的房子 小时候其实我是出生在青海 我知道 青海西宁 但是我小时候来过几次上海 还在上海读过幼儿园 因为我奶奶是住在上海 一个像大的四合院多层的 相互可以观望 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共同体 对是一个共同体 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们家对面有一个男生 谁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一天到晚听收音机 突然就考上复旦的苏不清的研究生 那么厉害 学数学的 学数学的 就是他自己会那时候用无线电 什么自己装的无线电 听BBC啊什么 听这种 自己的VPN 对 你看这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421号 那已经429了 应该还是挺有感觉的 425 这是几号 419 你看这是421 应该这个地方 这就没有了 变成供电局了 本来进门一个大院子 然后一楼 然后就一排水龙头 大家用水都是公用的嘛 我爸爸在那儿 那时候还好像有点小威望 所有的人都叫他娘舅 你听到上海老娘就 邻里有纠纷啊 就种财 种财 对 道德权威 对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他们是见广播电台 因为我们国家就所有政府的声音要全传达到全国各地嘛 所以呢就是把上海广播电台各个部门抽掉一起 抽掉一部分人直接移到青海市 然后他们就报名嘛 也算有点热心 20岁刚刚出头 作为祖国的两块砖 对 对 本来说他们说是去4年就回来嘛 但是后来就是去了21年 所以就我身在那个环境挺好玩 就是天高自然爬树 而且那时候同学当中有特别质朴 就是因为我读书早 班上有欺负啊 但是我就有同学 我作业帮他有的是考试的时候 他抄一抄 然后他就有人保护我 有支持来获取暴力是吧 对对对 暴力暴力 但是呢你既不是本地人又是本地人 对 你到上海人呢 到上海来也是外地人 嗯 所以我我个人就是后来我 我后来长大以后搞清楚就说 你自己的身份啊 我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地方认同 嗯 没有一个对哪个地方特别强的attachment 又是engage 又是disengage 嗯 嗯 就又有又在其中在其外 是是是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这样一种倾向吧 嗯 咱们去个人少一点就要行吗 咱们去个人少 不自在 那你比如说过去年你跟娱乐跟大众 我也不知道 当然很当然很意外吧 我不知道奇葩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嗯 会不是吗 就是突然 你想我学政治学学的人现在主要谈的是人生学 是啊 嗯 你今天对着这群人什么感觉啊 今天看着他们 我说这个回答不了的 我让他回答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很好哈 对 九神跟太阳神嘛 你觉得 在现在的中国 你希望一个哲学家扮演什么角色呢 就是 就和喝酒会饮一下 还是能力 即使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答案 嗯 就是 就我们叫哲学家从政也好 理想国也好 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我这个哲学回软的一大部分原因就是 现在的人的这个精神疾病会越来越明显 嗯 所以人会栖息 会找到一个比如说对心理问题的一个安危啊 嗯 或者找精神层面 前几个月他们那个 复旦的那个招生了 嗯 所以现在的哲学是他们受欢迎的 很时髦是吧 很时髦 嗯 这是个信号 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 这人呐 这个精神压力啊 他不配几个东西 他有个意义匮乏的问题 感觉他讲的比这火腿还好吃 哈哈哈哈 这股潮流 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 比较明显的出现呢 我觉得就是 就这几年 我也感觉好就是这几年 那就是说 你那个竞争啊 他通过职场的晋升 通过成功学所取诺的那些回报 嗯 当他这些方面特别打折扣 嗯 意义的问题就特别彰显 彰显以后就会有这个需求 嗯 我觉得和八十年代不一样的是 八十年代也看这些东西 当时是因为 人的物质欲望没有被满足 甚至也没被激发出来 对 所以那时候呢 呃 读过大学的人他会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嗯 你想你上大学的时候 等于是中国经过一个巨大的混乱时期 对 突然开放之后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强的意义危机 对 需要读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对 那时候学生相对来说单纯 嗯 他仍然认为这个 嗯 把学业做好这件事情是挺重要的 而且你的就业好像跟你的 学的专业有有关系 嗯 所以呢 学生比较听老实话 嗯 相对来说比现在 更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学业上 嗯 那现在现在这段就是孩子会心愿意吗 嗯 到了二年级过了以后 三年就开始说我要找实习机会 嗯 如果我晚了 好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我要发展人脉 嗯 这些就比较 这个倾向越来越强 到了四年级起码就没课了 就全在外面找实习 嗯 我就觉得 一个是 对未来就业那个紧迫性 然后生活的那个压力的那个焦虑感 其实就是期待和现实的这个落差比较大 对 其实是有时候会跟他们交流会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 其实一方面 他们不会有那种真正的 溃乏或者贫困感 就是他不会掉到生活那下面 对 因为你有父母或者周围环境支撑 对 对 但是他们有强烈的溃乏感 对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评级过 嗯 嗯 以前我们到那个饭店去 要张三金指 一二三三个人给你三张 然后现在那个你去麦当劳打工的那个学生 你说三金指他怕给你一打 他说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个事 这是 所以那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生活 童年少年生活感受 养成了你对生活的那个说 基本生存标准和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生活的需求的压力 就在你的感受上增长 其实你在客观的可能生物需求上 你更容易满足 其实非常容易满足 然后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需求增长了 但是呢满足这个需求的供应方 比如好的他认为 达到那个生存标准 供应方又不够 然后这个落差如果能解决呢 就有一段时间认为是能解决的 就是说你这个焦虑是通过你增长知识 你努力去进修 这个事情大概很短暂 我觉得三年四年 然后发现你再怎么努力 因为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经济如果是比较平缓的增长的话 它能容大的那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就这么大 然后就沮丧 沮丧里面就会有躺平之类的 然后就会想这些 比较行而上的问题 就哲学的就出来了 但是这些东西会产生一个新的 比如说思想的意义的时代吗 当这种不满 基于更多的时候 或者之前的轨道已经要错位了 对不知道 我今天也在观察 在我体会到是说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愿望或者倾向是要 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他们调查统计 95后02 不喜欢团建 你上班上班就是你别烦我 然后什么团建啊团队 你说保守主义 我们应该讲community对不对 共同体建设 我们团建然后大家增加感觉 别 我就愿意一个人带 我懒着也可以 我躺着那也可以 然后我跟我的宠物共处也可以 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我自己是能完全把控的 这是我获得了一点安定感 然后我感到我的存在是真实的 是持续的 这样他还可以讲出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我需要我的一个小空间是可掌握的 是可预测的 是然后自己在里面想有自由 对 这种控制 就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 他们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异化的世界 这是柏林亚的消极自由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 你说他也不是激进也不是保守 然后你会感到当下一直是处在一个好像待定的转折的 但是往哪走你不知道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整个经济环境中美关系 影响你的命运的要素变量越来越多 有些是你根本无从理解的 更不用说把握他 他是远方的 他未经理同意 就支配了你 影响了你 所以我也可以叫做远方的暴政 每个人都多多少有种失控感 一定是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智力才能解决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视角是说 就像我们在 我们在这不能考虑说 上海 我们上海人怎么样 我们江苏人 我们辽宁人 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你再进一步 你肯定就考虑我们地球 我们人类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类内部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 然后要想它的结构是怎么办 以前有联合国 这些都是机制 也不是完全真正的丛林世界 但是还不够 对于一个这么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 对于那么多远方的变量 可以影响每个人命运的时代 这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世界秩序 和我们每个人现在的不安 味觉 过渡状态 它形成一个特别强的反差 你是存在这么一个更高的世界性的秩序 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们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我们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自顾箱就掉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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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故乡这个词 你仔细琢磨就是 因为你离开才会有 嗯 你不离开是不知道 没有故乡这个概念的 就是这是你家乡 对 这人只是只有在 离别 回返这个当中才会有 什么故乡的情节 啊 纳斯大志啊 这些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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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逼迫你 你要适应 嗯 安静 长时间的安静 嗯 独自的劳作 嗯 和思考 然后 然后迫使你爱上 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它还是有 对你的奖赏 那个reward 就是你知 智商的发展 然后你得到了新的 动见 嗯 这个是一个塑造 嗯 也可能是因为 那时候你没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你 你必须心无旁骛 嗯 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 嗯 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太容易潜藏则止 就是这个事实不喜欢 就退回了 事实不喜欢 有些事情呢 你是要经过挺长时间 才能尝试出 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 是要经过那些阶段 那些阶段 有的时候好像是 并不是那么自愿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有 分寸的 嗯 你知道我们 2018年暑假 嗯 我们全家去欧洲旅行 七个国家吧 就全是开车自驾 就是 也就是那个租车 好像就给两个 哦 XC60吧 大概是 嗯 非常喜欢 它那种 特别恰当 嗯 那种分寸感特别好 就是 你要特别强启动的时候 它的power也在那 嗯 然后它又特别稳 所以就是 就是沉稳 它 它那个分寸感特别好 也就是做人也是这样 就是你 你到最后知道 什么事情是恰当 这一点 其实理论是解决不了 这种恰当是 就是经过无数次 过了之后 cross line之后 慢慢找到的 对对对对 那你那你怀念那种 那种激烈 那种 分寸不清的 但是有 但是很有力量 是 我觉得其实 我没有那么害怕事儿老 嗯 我觉得年轻的机型有的时候 是特别浪费的 嗯 特别浪费 就说 lead to you nowhere 很有目的的燃烧 对 现在也不是特别有功力性 但是你 你有一种沉着在里面 嗯 其实成年是需要 嗯 阅历 嗯 早会代替不了阅历 嗯 有人说那个 知道这么多道理 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嗯 是因为那些道理 并不是你自己的道理 你变成自己的道理 一定要经过阅历 我阅历里面大概 教训多余经验吧 需要阅历 需要修炼 嗯 嗯 然后这种 也给人有安全感 对 那你比如说过去年 你个人跟娱乐 跟大众 每一届遭遇 这种遭遇 对你 塑造是什么呢 嗯 有一个就是说 好像八十年代 沉睡的自我唤醒 对对 突然唤醒 对突然唤醒 就重新复活的意思 对对 就是德加乌那种状态 这个是挺享受的 第二个呢 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觉得 学术界是非常小的 一个群体 第三个呢 你建立自己的一个 他们叫个人品牌 嗯 什么IP这个 它是有收益的 嗯 但这个收益是特别 具有危险性的诱惑 你这里面要非常想 我觉得这种收益 也是以前的知识分子 不敢想象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到的 就是板税嘛 是啊 写书 你现在出去做一场演讲 是超过你可能写好多本书的板税 那没有 那没有 因为我现在板税也很高 没有 嗯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 其实 开始有点新鲜感 你的fame 什么这些生意 但现在就是比较聪盟 而且我相信就很快就会过去 你有个一年两年 人家 而且你反复说你最后能收出什么了 是 你的洞见到底有多少 那个原创性的期待给你造成压迫感很大的 有的时候是压力有的是动力吧 嗯 有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说 葛德默写真理语方法是60岁 嗯 以前觉得嗯 我还有很多时间 现在 现在已经破镜了 对 其实其实在开始学习 怎么样 第一把话说得清楚 第二要要具象 嗯 就不能都是理论逻辑 对 马克里拉有跟我聊天啊 什么 他说其实写学术的文章 反而是容易的 我怎么解 他说 学术的文章是这样 他说 你觉得讲不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用三两个术语 加上一个随便提到哪个理论家 就跳过去 跳过去 因为我们假设 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内部 这是一个共享知识 如果读不懂 你的负担在一起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你有一个拐杖吗 你先掉那个拐杖的时候 发现你以前你自己讲的也不明白 怎么找到这个新的拐杆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和特别难的问题 我想可以说两点 一个呢 这个判断力永远是有限的 但是一个判断力的标准呢 跟你的学识经历你见过的人遇到的事 这些经验的汇集和 以及对这个经验做的反思 它凝结成你的一个判断力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高下质比较呢 我认为是有的 你经历过更多的事 你有更好的知识 它更有可能是有好的判断力 然后呢 这里边更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判断力包含着 对自己判断标准 不是彻底准确的那个意识 这个意识是极端重要的 这个意识 而且它有很重要的分寸感 就是说 你既不能怀疑自己到说 我失去判断力 又不能说 变成一个绝对的 一个自负的人 这就是有一个 对自己来说 有个自我期许和估价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我是 我是 被同行朋友高估的一个学者 嗯 因为我并没有做出真正第一流的原创性的工作 嗯 但是呢 给人一个印象呢 好像这个人将来会做出来了 他们把一个 潜力股是吧 对对 有potential 我觉得是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欺骗 就是 他们把一个未来的可能预知给我了 这是一个不应得的 不应得的一个待遇 但是真的如果你做不出来 嗯 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访谈录里 我就把我的那个研究纲领 嗯 就公布了 就事先张扬的一个原创性的一个 一个宏大理论 那这个这个东西做得出来做不出来 嗯 刘宇有一次跟我说 你你为什么这个麻烦 你你没有从一个特别可以操作的一个局部开始 嗯 你要从那个开始你就容易写 你那个太宏大了 这个宏大是因为自己还没想好 嗯 那这个是我为退休以后想的计划 但是 对对学者对知识分子 其实你并不存在退休 是 所以终身是一个人 这个话题就是 我觉得是 是有负担 但是没有这么强烈 我就觉得 到最后 我不是要说我迫使自己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 一定是说我感到在这个工作 这种活动当中我感到幸福的 嗯 这个幸福不是说很快乐很舒适 就是仍然能够像我做很多很多事情一样 就是你有努力 然后有巨大的意义感的满足 我相信这是如果我寿命足够长 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尝试 因为原创性经常是幻觉 你以为你造出来一个很漂亮的理论一种说法 最后他可能哦 其实跟某个人的东西很像 做个梦起来写首诗 原来宋朝人写过 哈哈哈哈 还没人家写得好 就对 对于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把自己的个人私人生活 跟一个更大的一个途径 建立去联系呢 比如我们去说爱国主义这种问题 是不是能够人家讲叫理性的冷静的爱国主义 不能完全是这样 因为by definition 爱国主义它是一种情感 可以有理性的因素 但它不可能完全是理性的 你就是有偏爱的 那偏爱是不是完全就是说不能解决 也不是 麦克威尔德举的例子 就是我特别喜欢 他说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得到一个favorable的待遇 但是你同时要想到别的家长也有同样的倾向和权利 所以你们之间就能够互相理解 我们不希望考试作弊 不希望老师由于偏爱你给你更好的分 对不对 就是由于我们理解了彼此偏爱 这个并不否认你对自己孩子那个偏爱的 甚至偏袒的那种情感 只是说所有的偏爱加起来 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公正的一个程序 所以外部世界的所有的那些要素 他怎么样影响你是取决于你怎么样感知他 理解他 然后你有一个反应 但你会发现一大堆复杂的 因为那个情景 它总是massy and sticky 就是又是乱又是粘连着的 它完全无关也都好了 是另外一个现实世界跟理论世界脱离 问题它是跟理论世界有关的 但那个关联是特别复杂的 所以那个理论只能起一个一盏灯的作用 照亮它 但是它不能够直接去对它有什么作用 照亮也不是通透的整个整体照亮 它是有明有暗的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当代生活 它的那个irony 那种反风性 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 具有想象力创造性开放性的这样一个时代 好像现在Facebook改名的叫meta 然后今年有元宇宙的整个的一个概念出现 你好像有很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特别单向度的 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为 本来是公共行为到私人行为 最后都被类别化 就是把它归类成什么 然后每个类别它会有那个指标 就是把生活的所有的方面 你的精神健康指标 我儿子在跳街舞 我就是一个 现在街舞也有考鸡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传统社会 它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它只管那些非常重要的 比如官僚系统 或者基本的那种市场规则 现在蔓延到你整个的文化生活 娱乐生活 闲夏精神生活 它是全覆盖的 那个是五星 这个三星的 我们容易选择 它的麻烦在于 那个多样性 那个暧昧的多样性 被牺牲掉了 就是你的那个 自由野蛮生长的 抵达越来越少 那种不被这个系统 在任何意义上 所规范 所命名 所吃分 所衡量的 那个世界 就完全消失了 你现在有人对 性快感的 这个感受打分 做级别 然后有些指标 看到那个心跳速度 是不是提到多少 对 很精确的 你不能fake你的高潮 你现在就是 等于无孔不入 你想在最private的 这个领域里面 你就是无处可逃 它是一个全面的技术和规约 和社会机制的这样一个 这个是福克讲的那种规讯到了 到了更彻底 所以一方面 好多打开的空间 新的技术 源于就更好的 更快的通讯 另一方面 归顺的那个网 知的越来越密 嗯 嗯 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 你双生进那句话 什么最好最坏的时代 就是你现在是 这两个东西不是分开的 是同时感到 嗯 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自由 特别爽的一个时代 嗯 又是一个特别被禁锢的时代 嗯 那种惊讶 惊喜 从试错当中 从一个偶然的事物当中 诞生新的可能性 那些窗口 一个个被封死了 嗯 都被关闭的 所以我们打开了好的窗 又关起来了 嗯 嗯 那比如在这么一个分类贫瘠 无孔不入的时候 自由意志 个人空间 它怎么创造呢 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就是说至少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嗯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被陷在里面 嗯 因为完全在陷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提不出这个问题的 嗯 所以坏消息是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嗯 好消息是我们仍然意识到 这是一个问题 你自己怎么反抗这个系统呢 越来越逼近的 我好像是是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研究的问题 好像我在某种上 就把它问题化之后 把它问题化之后 我就做获得一种某种虚假的解决 嗯 好像就我没有完全线路 你获得了主体化 对对对对 我就我就 我就强制的把你客体化 然后我好像 获得了某种虚 虚假的主体性 这是一种感受而已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 嗯 但是 我在人物的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 嗯 写一个北京的不知名的钢琴家 嗯 叫陆庆松 哦 我记得对对对 中央名字院音乐系毕业在清华大学 居然把清华大学教职给辞 他就是因为不喜欢填那些表格 嗯 住在市郊 郊区嘛 郊区 一个星期上一两节课 嗯 维持一个极低的生活水准 但是他一直在做自己学的事 你说他他卷吗 他一点都不卷 但他放弃吗 他一点都没有放弃 嗯 我认为他代表了至少一个可能性的范例 嗯 陆庆松他并没有说 他突然在一个钢琴比赛当中 比如说或者跟什么柏林爱乐乐团合作走上去 他不是一个奋斗有成功的故事 嗯 他就是保持自己生活的状态 嗯 我们说一句话就是未经反省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但过度反省人生是过不下去 过不下去 对 那种深度的哲学思考 嗯 让你去追根问题的 穷究的那种 我没有说那就更好 而且未必得到 比所谓普通人更好的解答 但是 说了这个呢 我还要说 嗯 你去把自己跟一个更大的背景 甚至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的作用 但是你是作为一个更充分的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就是你的精神心 哎 我们这是我们人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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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